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 是由明锐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多市先行街车正式亮相 2014年投入使用 皇家银行报告显示 国民今年圣诞消费预算 较去年减少6% 巴以冲突第二天 以色列南部遭火箭弹袭击 三人死亡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四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 我是高航来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多市的新型街车今天正式亮相 新型的街车线条更加的流畅 内部空间更大 车厢底部的高度也比就是一车较低 新街车由位于雷湾的庞巴迪公司生产厂生产 载客量达到142人 比旧街车多了68人 新街车最亮眼的特点是车厢底部更加贴近地面 令乘客不用爬台阶就能上车 204辆新型街车将会于2014年 在多市11条街车线路上全面投入使用 为多达25万名乘客服务 届时乘客可以使用公交卡乘坐 而在此之前 新型街车将会在多市路面上进行测试 York Simcoe选区国会议员范龙 对新型街车的到来表示欢迎 说他将在刺激经济和保持多市竞争力方面 起到积极作用 加拿大能源局今天警告国民 由于需求大过于供应 今年冬天无论是汽油价格还是天然气价格 都会有所上升 民众要有心理准备 能源局说今年冬天 全国汽油平均价格可能介乎1块2到1块4之间 此外由于去年冬天特别的暖和 消费者对天然气的需求大减 所以去年冬天的天然气价格是10年来最低的 这种情况在今年不会再次发生 到今年年中天然气的供应已经平衡 而且由于美国部分炼油厂停产 以及减少了库存 今年冬天天然气价格可能也会上升 根据皇家银行最新发布的假日消费展望 本国的民众在这个圣诞节可能会更加的节俭 尽管大部分人依然会送出礼物 但不少人在礼物上的预算都要比去年少 根据皇家银行的报告 本国家庭在圣诞节假期的花销 将在1182加元左右 这其中包括圣诞节礼物、装饰、娱乐和旅游方面的支出 今年的这个数字比去年要低6% 与前年持平 其中在礼物上面的花费 调查显示 本国民众今年的预算是629加元 而去年则是640加元 在其他的节日花销方面 民众也将能省则省 这部分的预算要比去年低10% 56%的受访者计划动用储蓄来过节 24%的人表示将会使用信用卡 另外有23%的人还没有开始打算 与皇家银行的报告结果相反 蒙特利尔银行在这个月公布的报告却显示 国人在这个圣诞节的花销将会增加15% 受访者平均计划花费是1610加元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还有国际新闻 一会儿见 中国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蕴含着无限的潜力和机遇 新财富融新闻性和教育性于议题 新财富为加国人士介绍中国的致富机会 分布遍及多伦多 温哥环 北京的明锐集团 汇集加美中多国财税 金融及保险业专家 充分利用政策和契约 帮助家庭与企业保护财富 创造财富 转移财富 名义研制 锐以上德 明锐集团以专业诚信的服务 帮助客户实现持久的财务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南航空 痛风跟饮食到底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种疼痛它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 有时候会持续一个礼拜 那么除了急性发作期 家里面有这个煲老火汤的习惯的 请举圈圈 没有的举叉叉 三二一 平时工作辛苦的时候累的时候呢 喜欢去煲一些中药 他们两个的舌胎啊 都是偏白的 下巴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回到11月15号的国语晚间新闻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巴以冲突今天进入到了第二天 以色列战机今天继续轰炸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 而一枚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 当天击中了以色列南部马拉奇镇的居民楼 造成三人死亡 数人受伤 14号晚和15号晨 加沙地带武装组织持续向以色列南部 靠近加沙地带的地区发射火箭弹 15号晨 一枚火箭弹击中马拉奇镇的居民楼 造成三人死亡 另有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数人受伤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宣布制造了这一事件 以色列国防军14号宣布 对加沙地带发起代号为防护支柱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并表示这次军事行动没有时间限制 可能对加沙地带出动地面部队 以色列战机14号和15号 对加沙地带多处目标进行轰炸 导致卡桑旅领导人甲巴里丧生 加沙地带数十人死伤 根据乙军提供的数字 在过去24小时内 来自加沙地带的130多枚火箭弹 袭击了以色列南部靠近加沙地带的地区 英国石油今天表示 该公司同意支付大约是45亿美元 以了结美国联邦政府针对该公司 2010年在美国墨西哥湾地区的原油泄露事件的指控 英国石油表示 该公司将支付40亿美元 以了结美国司法部向其发起的所有刑事指控 此外 英国石油还将支付5.25亿美元 以了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对其发起的所有证券相关指控 英国石油称 该公司为原油泄露事件而拨备的380亿美元资金 将提高38.5亿美元 英国石油还表示 该公司将精力充沛的就剩余的民事指控 展开自我辩护 英国石油同意 就与11人丧生有关的油泄官员行为 失当或疏忽职守的11项重罪罪名认罪 还同意就按照清洁水法的一项轻罪罪名认罪 以及对一项妨碍国会的重罪罪名认罪 财经方面的消息 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大幅攀升 达到了2011年4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数据显示 截至11月10号的一周内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经季节性调整为43.9万 比前一周修正后的水平大增7.8万 同时波动性更小的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四周移动平均值增至38.375万 比前一周修正后的水平增加了1.175万 美国劳工部新闻发言人解释说 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大幅反弹的主要原因 是10月底 桑迪飓击了美国东北部地区 经验显示 如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在37.5万以上 则表明就业市场雇佣需求不足 失业率可能回升 金融危机之前 美国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在28万到35万之间 金融危机期间 这一数字大增 2009年3月达到峰值65.9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